伊拉克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新冠病例不断攀升的时候 首都巴格达一家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 星期六晚上发生火灾 起火地点就在治疗重症患者的家户病房 至少23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事发当时现场有大约120名患者和家属 起因很有可能是医院内的氧气桶储存不当 由于缺少传感器和保护装置 或是一发不可收拾 蔓延了几个楼层 常年战火和预算低落 伊拉克医疗系统老旧不堪 缺床又缺药 加上这次火灾可能涉及人为疏忽 民众马上联想到贪污堵职 网上民怨沸腾 伊拉克人权委员会要求总理阿德迈赫迪 开除卫生部长已是问责 而总理则是下令拘押医院管理团队来调查全案